大家好,我是忽兰 其他父母打孩子呢,还是有理由的 我们东北有句话叫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你下雨天打伞啊,你打什么孩子呢 一到下雨天的时候 我就给我爸端茶倒水的 生怕他闲下来 后来总因为这句话挨揍嘛 就去查这句话的来历 这句话是什么,湖南四川那边 那边管鞋子叫孩子 下雨天打鞋子,闲着是闲着 下雨天出不了门,把鞋子好好打一打 晴天不就出门了吗 这是讲逻辑的一句话 传到我们彪汉的东北 一听还能打孩子,太讲道理了 小时候还一样,估计你们也是 我妈出门回来之后 回来摸摸那个电视热不热啊 但我妈对我特别的不信任 但我也没有辜负我妈对我的不信任 特别的不自觉,一摸就是热的嘛 后来我就知道要给这个电视降降文 那我给电视降文的方法 就是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给我降文的方法 就跟着学嘛 给电视放石毛巾 拿电风扇吹 还有一次对着电扇在那擦酒精 但后来我妈没办法 我跟我妈,我妈没办法出门 她又把阳红器啊 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但基本上她出门半小时之内 我就能把那个阳红器找到 我俩基本处于一个 谁都防不住谁的状态 后来我妈没有办法 她又把阳红器放包里 天天背着阳红器去上班 我也不是擅长 我去家电中心配了个阳红器 天天背着阳红器去上学 而且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 你们也一样对吧 父母经常会你拿其他家小孩比吗 说看看谁家小孩怎么样子 我小的时候已经足够的优秀 做到我妈目击范围之内 最优秀的小孩 我妈常常苦于不能拿 我跟其他家小孩比 直到后来我妈看到一本书 叫《哈佛女孩刘怡婷》 后来我才知道 这本书给无数的中国小孩 带来终身伤害 就没人 有人没人看过 给你们讲讲那里面的情节 就是那个哈佛女孩的父母 为了训练这个姑娘的注意力 让她双手去抓兵 里面详细记录了 整个20分钟抓兵的过程 什么啊 几分钟 什么好冷 啊 几分钟 什么嘴唇发紫 什么几分钟 啊 注意力终于训练成了 我妈看到这儿说 这挺好 你也来试一试 他千算万算 忘记我是个东北小孩 我最擅长的就是抓兵 给我一个兵 我随便一抓 就抓半个小时 抓到后面兵都化了 训练什么注意力 兵化了都没注意到 这个讲特别好笑 而且长大之后 我回家 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 跟我妈聊逻辑了 他经常跟我说 一个什么事情 我说妈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他说你是不是顶嘴 我说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这何顶之有啊 何顶之有 他说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没法聊的话 我跟他说事情 他跟我说顶嘴 我跟他讲逻辑 他跟我聊翅膀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 只有他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而且长到现在咱们这个年龄 就对父母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 对吧 就是儿女不求 父母为家做到他贡献的 只要不买理财产品 上到受骗 什么都好 我都是特别害怕那些买理财产品的 因为他们对我妈 比我对我妈孝顺多了 虚伤温暖也不顶嘴 然后我妈说 你跟人家血血 我说我也不错 对吧 我对我那些客户也可孝顺了 现在这社会不就这样子吗 每个人都在孝顺其他人的父母 你看嘛 父亲节的时候 我本来就可以悄悄地给我爸 发条微信 说什么爸爸节日快乐 我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 还发一个朋友圈呢 就是因为我还有很多 社会上的爸爸嘛 说回来 我真的特别害怕我妈 买什么理财产品 前来这样我回家 我妈让她帮我 帮她看一个理财产品 我算了算 年化率110% 我说是不是骗人的吗 我妈说怎么会是 我说这么跟你说 巴菲特忙活一年 就能赚20% 我说你何德何德能 能赚110% 我说巴菲特赚20% 是因为买不到 这么好的理财产品 我说妈 你不光是金融鬼才 你是逻辑鬼才 东北金融女魔头 还有人花钱 跟巴菲特吃饭 我觉得巴菲特应该 花钱跟我妈吃饭 现在我想明白了 就回家不聊 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陪她做到她喜欢的事情 就好 就回她陪家 看看什么电视剧啊 什么之类 真的 她看电视剧 有特别有意思 她是这个风格的 她看了三四集之后 就忍不住看大结局 看第四十集 那能看得明白吗 她就倒着看 39 38 37 越看越明白 看得跟解谜一样 死了的人看上去全活怪了 好 谢谢 我是护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护兰 这时候让你们认识一下 真正的甲方了 真的 就都说嘛 做生活的甲方 我觉得都做不了 生活的甲方 就一天都做不了 你们去看 同样是去挤地铁 早高峰跟晚高峰 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早上那时候都是 雄心壮志的 别碰我 我要去干凡这个世界 晚上的时候 往那一靠 被这个世界干得 服服帖帖的 你从他们眼神里 都能看出那种 对生活的绝望 和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我有过这种想法 就是那个时候 2012嘛 都说是世界末日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 刚毕业在找工作 伴随着我找工作的好与坏 那就是我对世界末日的 恐惧和期待 这几个面试面目好 就觉得算了 这都是世界末日了 干嘛呢 那下一个面试 当你带着面对 世界末日的勇气 去面对的时候 那是很恐怖的 就本来面试官 问我什么问题 我不会 我说不会 但我给你学 那个时候再问我 我说不会 我心想到这时候了 会个这碗人 还能逃离地球吗 面试官也愣了 说这人啥都不会 还这么横 肯定是有过人之处啊 就录去了 录去了 我在那边待了 两年多的时间 周围无数同事被开掉 只有我自窥然不动 不是因为我水平高 水平两年之后 领导也不知道 我到底会点啥 神秘的东方人 神秘的东方人 而且那边上班 特别无聊 就是事儿少钱多 很多人矫情 事儿少钱多 你还要怎么的 就你不知道事儿少 但是还要种到 自己特别忙碌的样子 但是比真有活 还要更累的 就你手里没活 要显得自己手里全是活 后来才知道 就在表演里面 叫做无实物表演 太好笑了 我们早上要开战利会议 就每个人站起来 说一些昨天都干啥 一个美国大哥 光光说了十多分钟 我吓得 我说昨天不就坐旁边 咱们一起演的吗 我能说这么多 后来就回来了 感觉要在那边呆废了 因为主要是我国内 很多朋友 在各大互联网公司工作 他们学习速度特别快 在这边学两个月的东西 赶上我在那边 学两年的 但难怪 我在那边敬学表演了吗 回国探亲 也像个傻子一样 看啥都新鲜 早上网上买了个东西 下午就送到了 我还跟朋友在那边感慨 我说这快递 又这么快吗 他们说 你说的不是人话 那快递不快 能叫快递吗 回来加班特别忙 水深火热 但是特别开心 就脸上带笑容 说还能加班这么好 旁边同事也捧说 这不愧是从美国回来的 职业素养就是高 我们真的效率太高了 就是我回来 带一个技术团队 就我所有关于技术的理念 是在那边构建的 一个之前 我认为我需要干两周的活 回来问团队 我说你们大概需要做多久 他们说三天 我说啊 他们说加加班两天也行 中午就那么一点时间 我想玩一会儿手机 看看综艺旁边同事 在那边自我提升 在那边看罗振宇 他搞得我很焦虑嘛 要不然说罗振宇 总在那边制造焦虑 而且罗振宇有这种说词 他说你看好 大家都在午休 现在你选择这个时间来看我 你过几年之后啊 你就跟旁边那些打游戏 看综艺的傻子不一样 你帮人学习帮人学习 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呢 很多人可能很困惑 说看你这么对生活积极的样子 应该是罗振宇的忠实信徒 怎么还讽刺上了 我讽刺的不是他这个人 我讽刺的是劝你 按照他们的样子 去生活的态度 努力不努力是个人的选择 不后悔不抱怨就好 就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生活 你就是生活的家庞 谢谢大家 我忽兰谢谢 大家好 我是忽兰 刚才说我不上当受骗 我是不上当受骗 我学金融的 我怎么能上当受骗呢 但拦不住我妈上当受骗 拦都拦不住 我妈 AKA东北金融女魔头 这些年喜欢炒股 赤杀股场十几年 赔的 给你们讲一讲 一开始有人跟他说 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你得多买些股票 控制些风险 他听了 买了七八十只股票 他这都不是控制风险 他就是买了个大盘回来 什么军工股 医疗股 有色金属 出点啥事都跟他有关系 天天着急上火 他炒了十几年的股 收益最好的时候 是有段时间他生病了 因为根本没操作 你看嘛 股市里面分什么价值流 分什么技术流 我妈 那就是意识流 你要具体细分 有的时候是下意识流 有的时候是五意识流 女人嘛 她做什么事情 喜欢凭直觉 我妈直觉特别好 总能在最贵的时候 买到股票 她跟我说 她说哎呀 股票嘛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说妈 你真厉害 这选股票 只买贵的 不选对的 这些年好了 这些年开始不超股了 开始买什么 金融理财产品 我用我的专业知识 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子 你得年花率高低 你得掺和这买 这样能控制这些风险 我妈也听 买了好几种 P2P理财产品 年花率也是有高有低 有110%的 有130%的 别人爆雷就一下 她那爆雷 叮叮光光的 一开始跟我妈说 我说妈这不行 你别买这些东西 她说那个张姐 王姐都买了 我说哪来的张姐 王姐 她说就是一起炒股了 张姐王姐 一听就知道 是另外两个女魔头 三个人凑了一个三巨头 她开始有时候特别谨慎 说只买一点 上大抽片了之后 赶紧撤出来 结果后来没什么事 放心了 就投了更多的钱进去 结果人家跑路了 节奏比她还好 然后回来就跟我抱怨 她说 这什么 一开始没什么事 就等我放了更多钱 开始坑我 专门就坑我 就等着我 就专门坑我 我说也不是专门坑你 那张姐王姐也都坑 这段时间回家 开始问我 她说儿子 你觉得那个比特币 区块链怎么样 我觉得我妈 就是上当受骗的风向标 而且这些理财产品 都有一个红利期的 我妈节奏也特别好 就等那个红利期一过 她又进场 开始上当受骗 我从来不买股票 我在证券公司实习过 我知道我搞不了这个 但是我见到过 无数的老头老太太不服 前脚刚跨出菜市场 买完酒菜 后脚就要跨出 金融市场当酒菜 那真是吃啥补啥 而且他们来 还要签那个 股市风险协议 你就看着他们颤颤巍巍的 那个样子 你觉得他们的风险 比股市还大 真的很心疼 我就觉得那么大岁数了 然后一到大跌 我们还要到散屋市 去劝他们 我说爷爷奶奶 你们看 大盘曾经也涨到 六千多点 跌了一通 七八年也涨回来了 只要你挺住 大盘都会涨回来的 爷奶一听都傻了 还要七八年啊 傻挺住啊 爷奶奶这个身体 怕是跑不过大旁啊 还是要和大家说 对金融还是有些敬畏心 对吧 这个跟法律 医学是一样复杂专业的领域 你只看见有人 对着K线 头头是道 觉得自己是股神 你咋不去医院 对着心电图 给人头头是道呢 你去跟人说 你看啊 心跳到这儿 就已经见底了 你别看现在跌停 马上就能触底反弹了 家属都哭了 医生啊 你再仔细看看 这心电图啊 这哪是跌停啊 这都快跌平了 其实啊 金融跟医学是一样 都有一点是一样 就是都是玩的是心跳 为了自己的心跳 别逞呢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忽兰 今天来开场 开场特别难 你们知道 一场脱球演出 开场意味着啥吗 就跟斗地主是一样的 一般先出一个三 试探试探 当然要是后面演员 表现不好 可能连三都要不起 今天主题叫 爱一个人好难 其实这个话题 听上去不光难 还难过 你经常 真的这样的 经常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觉得哎呀 自己一个人 好孤单好难受啊 这时候很多文艺青年 就喜欢听歌 看电影 别听 就去睡觉 听这些东西干嘛 尤其你听歌 听到什么 情了爱了 哇一下就哭了 有的时候 不光听了 情了爱了容易哭 听个双截棍都容易哭 一听这棍都是双截的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难 就是你不知道 如何去爱一个人 我发现男生 从小就不知道 如何去爱一个人 你看小的时候 男生喜欢一个姑娘 他会干嘛 他会去捉弄人家 什么扯人家头发 什么往人身上泼墨水 他往人铅笔盒里面 塞什么毛毛虫 姑娘一打开 哇就吓哭了 你都已经处心积虑 设计了这个环节了 那下一个不说 是不是应该上去 英雄救美啊 结果他补的 上去跟人家说 单小鬼 自己还挺美 觉得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我从小就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不捉弄女孩子 对吧 我就趴桌上睡觉 安安静静做个丑男子 姑娘睡醒了 看到我觉得 这小孩虽然挺懒的 但很踏实 你看其他人 还有什么特别傻的行为 那时候小男孩 喜欢一个女孩 他会传这个姑娘 跟另外一个人的绯闻 传着传着 就传成真的了 你图啥呢 那时候还没学过 什么催化剂 后来才知道 这种人就是感情中的 二眼花猛 跟他没啥关系 使了一堆劲的吧 产生了一堆化学反应 最后跟他啥关系都没有 后来上中学知道了 长大了就知道 不能通过捉动的方式 来吸引姑娘嘛 就开始用一些 什么运动的荷尔蒙 你看吧 篮球场上在打球 但凡那边 有漂亮姑娘路过 整个球场 就开始有一些过急的举动 一个球就不够用了 开始就说 传我传我传我 你把球传给他之后 他对自己的能力 又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想要去扣篮 那能扣吗 人和球直接扣地上了 对着姑娘就磕了个响头 我们都傻了对吧 追姑娘行这么大礼貌 还跳起来磕头 而且那个时候 为了吸引姑娘 都还什么 还有男生戴什么发带 学F4 F4头小 长得帅 大发带好看 我同学那么大个脑袋 那发带戴得跟绷带一样 大家总想在女生面前出风头 结果出的全是阳相 姑娘想看道明寺 结果一个个照 照四在那边 争齐斗艳的 我当时还有一个初中 又160多斤的铁哥们 跟我说 我也运动好 怎么没有姑娘喜欢我呢 我说姑娘喜欢的是那些 跑得快的 踢球好的 不是你这种 拔好比赛 站在最后把绳绑腰上的 那姑娘怎么夸你吗 昨天太帅了 八合比赛 一使劲拉倒了对面 八个小朋友 小的时候觉得傻 长大了之后该正常点吧 没有 你们看我这个长相 都有人喜欢 都有人爱 不是因为姑娘喜欢猎奇 只是因为我正常 就在这个社会 只要你正常 就已经比90%的人强了 真的 就你跟其他一群人 同时喜欢一个姑娘 只要你正常得体 你看其他人 全是自杀式袭击 认识没两天 就跑人家楼下 什么点堆蜡烛 弹琴 求交往 你这是在做法吗 还有什么给姑娘 发什么土味情话 知道什么酒最容易醉吗 喝你的长长久久 太恶心了吧 你这酒不光容易醉 都容易吐 啥情话 这都不是人话 而且网上还有什么教程 也特别恶心 就别学那些东西 那天我在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 写了什么 不要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我就想终于看到 一篇正常的了 点去一看 不要再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快来学习一些新知识 真的是 其实都没用 没有什么教程 就做个正常人就好 刚才欣姐说那个也是 什么不经过人同意 咔咔 拉了一个什么横幅 欣姐还回复人家 我觉得欣姐就是低估了 我们男性的任性 欣姐还拉一个什么 我也不爱你啊 那边再拉一个 你咋不爱我呢 欣姐再发一个 点点点点点 那边再发你 快告诉我呀 你不租个十来架飞机 根本解释不清楚 真的 真的 就真的取笑大家 做个正常人嘛 姑娘是喜欢帅气 幽默 温柔的 那最重要姑娘喜欢的是正常的 做个正常人 爱一个人也没那么难 谢谢大家 我是护兰 谢谢 我们来猜一下票数 非常棒的开场 你们觉得是多少票 145那样我感觉 好 喜欢护兰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3 2 1 请 锁票 哎呀 忽兰 你太高估我的经济实力了 你为啥不行 我姐就已经没钱了 随便去租吧 感觉你卖娃娃很有钱 你这次是不是 有意地注意了一下 这次控制节奏 对 这个听上去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 而且他这个话题 切入点 我特别喜欢 因为正是我特别烦的那种 你知道吗 他替我说出来了吧 那些话 像什么土耳其画呀 这些东西 这个平常我就特别烦那些东西 是吗 对 比雪猫教还烦吗 雪猫教只是不太适合我这年龄 不是很烦 忽兰好像你现在是总排名第一名 是 你有压力吗 有压力 如果这场如果你分数还高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非常有机会直接晋级了 但还有两场的 一场翻船了就 翻船了 那个 欣姐说他总榜第一嘛 然后说他是不是稳了什么的 就这些选手有两个很神奇的人 忽兰呢 是学哥伦比亚大学精算系的 学精算 然后你们也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交大的 本来是程序员的那个 庞博那个帅小伙 对不对 这哥俩天天就算 也不写段子就算 咱们这个分到底什么样 就能够走 各种情况全都列出来了 好 谢谢欢 谢谢 挺开心的三个老师都爆灯了嘛 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正常把这股气给顶下来了 大家好 我是护兰 我觉得王建国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王建国已经拼尽全力了 就剩下他输了 其实我跟王建国是很好的朋友 但没办法 比赛特别的残酷 就我们一个多月的时间 很多透球员员已经被逼疯了 但是很多透球员员被逼疯了又治好了 但我们治疗的速度 员员赶不上疯的速度 你们听着是不是特别像一道那种 小学奥数进水出水的问题 以致我们一周能治好三个特球员演员 再能逼疯八个 总共全逼疯需要六周 问如果我们能努力一周逼疯十个 全逼疯需要几周 我是算比较正常的 很多人还问 说你怎么还挺正常的 我说是因为我从小是运动员出身 他说那你就知道怎么赢了 我说不是 是我知道怎么输 这不是在开玩笑 我从小是乒乓球运动员出身 学的全都是输 运动员们听到要面对输 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摔拍子 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找借口 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哭 这全都是我爸的功劳 我爸从来不会因为我输球打我 他只会因为我找借口打我 后来才想明 我爸这不就是找借口打我吗 体育很残酷的 真的是这样 大人都很难面对输 更何况一个小孩了 当时我们一年一度的全市平凡球比赛 256个人 我打了整整三天 打到了16进8 最后决胜局输了两分 输给另外一个小孩 真的这比赛把我的世界直接打坍塌了 8岁的我想退役 我爸跟我说 你不想明年再去赢他吗 我说我想 我就努力练了一年 第二年去 发现他已经上初中了 我还在小学 我说爸你骗我 他说你看他不敢跟你打 都就上初中了 然后我又打 又是256个人 然后我又打到了16进8 输给另外一个新的小朋友 就愁未报 又添心愁 一年的努力就这么复制东流 回家躺床上我都哭晕了 就醒了之后想想 又晕过去了 这全都是真事 就体育故事不是童话故事 没有那么多美好的结局的 卧薪 传胆 忠诚 霸业 这都是极少数的 大部分都是卧薪 传胆 出去被干 回来继续传胆 最后胆都尝得没味儿了 还没赢呢 你看嘛 什么没赢过NBA总冠军的 没拿过世界杯的 千年老二 李宗伟 都不容易 冠军就一个 哪那么好拿呢 我们当时256个人打比赛 一轮下来就抬下去 128个在场边哭 最后256个人 没人不哭 这即使打到了决赛 亚军输了都哭了 稀了哗啦 然后冠军流下激动的泪水 这竞技体育就是成王败寇 我就根本没有什么 小鲜肉粉丝说那套 你知道他有多奴隶吗 我从来 就是真的竞技体育 只要你输了 那是越努力越心酸 我从来不敢跟我的教练说 我虽然输了 你知道我有多奴隶吗 教练只会说 哦 这么努力都输了 那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啊 我从小到大 打乒乓球 基本没拿过什么冠军 但是每次比赛 问我说目标是啥 我说我将要拿总冠军 后来我去国外读书 形似跟美国人 打打乒乓球 总归能赢吧 结果碰上的 全是中国留学生 可狠了 都可狠了 都是在国内 拿不到冠军的 我在校队 我入选了校队 我是校队一号 一号选手 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国教练 他喜欢用 田击赛马的战术 结果出去打比赛 对面也是个中国教练 他也用田击赛马的战术 我跟对面的一号 打得死聚活来的 我不想 随便打打就算了 对吧 打打好像能打得过的 对面也是相同的感受 我俩觉得 我打不过关张 还打不过你刘备吗 旁边观众也看得特别兴奋 快看快看 两个吓得妈打成这样 而且现在大家越来越不敢 承认自己想赢嘛 其实就是怕输了的时候 不好受嘛 就想让自己更好受一点 经常还没开始呢 先把台阶准备好了 万一输了 输输输输输从台阶下来 万一赢了呢 两个台阶咔 一组装就是一个领奖台 还装个 这是哪儿啊 怎么站上来了呢 台阶有了 自己不愿下来了 我不是 我想赢 我就大大方上告诉大家 我想赢 我甚至都不觉得我是爱托 我觉得我就是爱比赛 我爱战斗 我爱托 就爱战斗 对于比赛 我不同意什么过程 比结果更重要 什么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我今天就要说 友谊第一 王建国第二 让大家欢迎 欢迎呼喊 大家好 我是呼喊 今天题目叫 笑是生活的解药 就是喜剧节目 总很喜欢搞这种题目嘛 就是夸大笑的作用嘛 就是啊 笑可以治病 笑可以解忧愁 其实就是来骗你们看这种节目的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节目 我们放在每周日晚上的八点钟播出 就你再不笑来不及了 工作了 我真来不及了 我真的比赛比到这个时候 真的已经淡尽两久了 三天之前 比赛三天前 我这稿子还一塌糊涂 傍晚的时候 给我爸发微信 我爸我真写不出来了 把我洗的老马洗澡 发给他了 我爸都没说安慰我一下 他回来我 他说我在外面应酬 等我回去 我给你写一篇 我都没当回事 晚上十一点多钟 发了我一个 两千多字的稿子 发过来 我特别感动 我说我在节目里面 这么吐槽我爸妈 我还给我写稿子 我说难道 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吗 结果一看那个稿子 是我爸吐槽我爷爷的 这都不是亲情的力量 这是喜剧的力量 我给你们讲一小道 爸写的 我不敢全讲 是因为我爸还想拿 剩下的部分 参加明年的特殊小大会 人家听我说 他小的时候条件差 在农村 家里非常艰苦 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酱 我奶奶特别节约 做鸡蛋酱不舍得放鸡蛋 吃饭的时候 我端上来之后 我爷爷就翻了翻 那个鸡蛋酱 就嘲讽他嘛 说你这鸡蛋酱 做麻烦了 我奶奶说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应该 往咱家那个大酱缸里面 打一个鸡蛋 咱们天天吃鸡蛋酱 这就是我爸的段子 反正也不打地 好的话剩下 我就都用了嘛 对吧 我又不傻 但问题就是 我爸给了我这个素材 段子不关键 主要是我给了我这个素材嘛 旁边脱口秀员 看着我了这个素材 都特别嫉妒 对吧 他觉得脱口秀 比到最后 居然还要拼爹 我真的是 而且我爸这个段子 其实越看越好 就我甚至看到了讽刺 我就觉得我爸 就是拿了个稿子之后 就觉得 哎 你这稿子写的 怎么跟你奶奶 做的鸡蛋酱似的呢 说个脱口秀 怎么不舍得放梗呢 你这脱口秀都写麻烦了 你就找本字典 往里扔一个梗 天天能说脱口秀的 但说实话 这事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祖辈父辈 生活这么不容易 我爷爷鸡蛋都搞不到 还不忘记搞笑 这是多大的乐观 对吧 真的 我再给你们讲 我另外一个小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东北 我爸有一次 来了一个英国的客户 然后随便吃了两顿饭之后 然后英国人就飘了 觉得说 哎呀 就中国的酒也不好喝 中国人也不能喝 我这两天都没喝多 我爸觉得 这么合理的诉求 应该得到满足 就去跟他喝 零行前还问我 说就咱们东北那些 喝酒的那些 这照口令上什么 感情深 一口闷 感情浅 就舔一舔 感情厚 喝不够 感情铁 喝吐血 用英语咋说呀 我哪回 我说就是那个 Don't worry be happy 然后直接去了 真的那天就喝到位了 直接把老外喝进了ICU 都不是我爸的问题 是因为我爸去了之后 老外光光喝 我爸只是陪着 我爸还劝的是 你多吃点菜 我爸也不会说 我爸只跟他说 Don't worry be happy 那老外真的是 越喝越happy嘛 真的是 最后我觉得 送到了医院之后 我觉得医生看见 这么一个昏过去的英国人 都提估 你知道吗 这么大个英国人 用现代话 几个菜 也喝成这样 醒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跟我爸第一时间 去医院看他 见到我爸第一句话 就是Oh my God 我还跟我爸反应 他说我的神啊 我爸说 哎呀啥什么神的 叫哥就行 说实话 我爸那两天 看似云难风轻 其实挺紧张的 他偷偷买了一本国际法 看看会 会不会产生一些国际纠纷 说实话 他担心不多余嘛 人家来谈生意的 结果差点 永远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轻则不合作 重则起诉 你都误为过嘛 结果英国人 特别通行 大家就说没事 都是我自己要喝的 我成年人 我为自己成年人负责 然后我们真不好意思 跟人道歉 真不好意思 我们最后为了确保 他接受了我们的道歉 还拉着他喝了一顿道歉酒 真的 这次吸取的教训 特意换了 懂生活更快乐的 老村长酒 喝到那叫一个开心 他问我 啥叫懂生活更快乐 我说 就是Don't worry be happy 我今天这段 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 很多人觉得说 怎么没有说什么道理 这期没有道理 就是两个快乐的小故事 那既然听这么多道理 都过不好这一声 还不如笑着就来过这一声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我真的 我今天一天坐在那 都没站起来PK过 我想轮到我就轮到我了 但是呢 我挺喜欢我自己的 就是有PK来了 我也不怕 就没事不惹事 但是有事不怕事 现在我现在特别想 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先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这是节目做过准备的裤子 他们说显年轻 因为这是后浪 我跟你讲 我去年做的事 除了一些 我去年还在巡演 有朋友知道我在巡演 对吧 对 我去年也开始巡演 第一站选了我的老家 东北 就想给这东北人民 带去一些快乐 去了之后才发现 东北人民根本不需要快乐 短视频跟直播蓬勃发展 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出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基地的痕迹 就是遍地的老铁 我们除了演出 我们还拍纪录片 我们要拍一些东北的民俗 我们去拍搓子 说搓子好 我就去拍搓子 后来才知道 是要搓我 我还去看搓别人呢 我说那可以 我说这样导演 你就给我穿一个游泳裤 那个打底裤 他说全裸 纪录片真实 我说咱们纪录片的主旨 是真实记录 不是纪录真实 他说没事 后期给你当马赛克 他说你心理负担这么重 是不是怕被认出来 我说一个人在澡堂里面 不穿衣服这么走 还有很多机器拍的 再不认识 是不是也多 想多看两眼 看着看着不就认识了吗 而且在那个场合下 一个人但凡显示出 对你一丁点的认识 你就只能期待他认错了 只是那个脱口秀的 那个李淡 对对对 我说眼力真好 这都能认出来 他说还行 不穿衣服 就脸显得大了一点 在那一刻 我俩都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他见到李淡 我觉得逻辑上 他见到的是李淡 李淡也可能特别开心 啥事没干 多了个裸涕 我们都商量好了吗 我们商量好了 之后去澡堂 东北澡堂其实挺好找的 就是你开车在城里逛 长得最像教堂的 那个就是澡堂 真的 这都是什么 什么哥特式澡堂 我们上午去的 水池子里面 有大爷在那边泡了 大爷一看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狠角色 就眼睛里面写满了故事 身上也写满了故事 跟我们讲了一些 那年轻的时候事 纪录片一个都播不了 我说导演 马斯克还是用来 挡大爷的脸吧 我不重要 导演也很冲 你说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大爷的脸要挡 身子也要挡 拍出来观众还以为我们拍的 是泥丝污水怪呢 然后去搓党 搓党其实也很有意思 现在搓党跟你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以前就是干搓嘛 现在你一躺 小哥说咱家有盐搓奶搓红酒搓 我说你就给我使劲搓 别整这些虚头刀了 我说你之前干啥的 他说之前是干烧烤的 我说你这跨度还挺大 你这整的都是我们的核心科技 我说能整的来吗 他说差不多 都是一面弄完了 再翻过来弄另外一面 他看着有摄像机在拍我 他说这还拍着你 他说你是明星吗 我说算是吧 他说你上过节目 我说上过 而且看的人还不少 好几亿人呢 我说平时酷哥跟你聊天吗 他说聊 我说他们都跟你说啥 他们说就是聊一聊 过去的辉煌啊啥的 我说你闭嘴 摄像机拍我的 你还跟我幽默上了 我们真的是觉得还挺幽默的 就想多拍一会儿 包括什么搓别样 对我拍了半天 发现他只敢跟我幽默 因为我就来一次不来了 其他人是他真的顾客 本来想拍点幽默 结果拍到都是黑色幽默 其实他说这些 其实很多人想象的东北 短视频的东北 其实不一样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 跟我们想的都一样 就是重复 单调 偶尔还有精彩 大部分人也是一样的 虚荣 怕事 还时不时的会机智 幽默 当我环顾四周 对吧 我还发现 还是我最幽默 好 谢谢老师傅来 大家好 老师傅来 我觉得老四刚才学完我 我自己有点不会走路了 我们比赛比赛到现在了 我们这组这十个人 还挺强的 对吧 哥哥 建国 彭博 杨丽 刚才他们在那边巴巴的 跟这个保持距离 跟那个保持联系 我跟你们讲 我们组织十个人 最近就是保持距离 保持联系 真的 比赛结束就好了 六个人保持距离 四个人不再联系 其实我想明白了 其实这个大王 跟公司的title是一样的 公司里你们争的那些title 是这样虚无缥缈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就公司里面 但凡一个老板 可以不给你涨工资 那个title是可以随便给的 真的 什么经理 VP 可以的话 给你分个九千岁 开心吧 后来才知道 月薪九千不含税 九千 王建国不带血烟梗 我带 血烟梗虽然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听到我前段时间 跟一个同事去聊天 跟他去吃饭 他说他们部门 新去了公司 部门五个人 三个总监 我说你是去理发店工作了吗 刚才庞博还说 去理大人家喝酒 那是不懂技术的 我和我前同事都已经开始云喝酒了 就一群人用微信 那个头像 一堆人喝还好 就在那边喝 千万不要一对一地去云喝酒 真的 喝到后面 他一张大脸 我一张大脸 我俩都喝出一种上坟的感觉 我说我去上座 哎呀你怎么走了呀 现在啥都是云 云喝酒 云蹦迪 云养猫 还有云睡觉 云睡觉就是一个人 直播自己睡觉 然后一群不爱睡觉的人 就看他直播 光光打赏 我开始真不知道 我朋友还问我 我说你知道那个 躺着睡觉就能赚钱的 是啥云吗 说啊是马云 现在互联网是啥都能干了 我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我小的时候家里上小学的时候 条件还可以 那时候可以上网 特别贵 按分钟收钱 一分钟五分钱 一小时三块钱 就我家里条件还可以 当我家上网的时候 把号拨上去之后 我妈把想看到网页 全部都打开 再把网断了 很厉害的话 那时候就会离线阅读了 很多人在说什么 在互联网 什么互联网冲浪 在什么互联网的海洋里面遨游 那都是极少数的 能够连续遨游的非常少数 大部分人都像我们家一样 在互联网的海洋里面站一下 然后到岸边干搓 现在的互联网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就是个海王 住海里了 天天啥事都知道 真的不知道的事 热搜也会让你知道的 你经常看那个热搜 事里的人我不认识 为了了解这个事吧 我还得先去查查这个人 什么刘阳伴藏森林出轨 你们知道对吧 这俩人是谁 我真不认识 我得先去查他俩是谁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去生气 而且我看到这第一眼的反应 真的这是刘阳伴藏森林里 出什么鬼 而且最近什么同卓高考舞弊 别说同卓我不认识 同字我都不认识 而且他的高考出问题 我看了都心慌 这字我都不认识 我也是高材生啊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 你们都一样 娱乐圈一半的明星 都是通过热搜认识的 另外一半呢 是通过粗套大会 但基本上上了通过大会之后呢 也都会陆陆续续地上热搜 对吧 而且热搜上面是有标签的 就是那个什么营销号 就是那个一个景字 对吧 一方面是为了传播 一方面是 现在的互联网真的是 三十个字以上的 就已经不爱看了 一百个字以上 就已经看不懂了 去年就通过大会 就这样节目 我演完一场 然后后来要发微博 工作人员说 你把你的卡段 发在微博上 我就发了 发完之后 那个工作人员说 老师忽兰说 你还要再加个标签 我说加什么标签 他说你叫加一个 忽兰太好笑了 我说我忙活了 七八分钟干啥呢 后来还真的因为 忽兰太好笑了 上了热搜 还有人来骂我 是因为他是忽兰人 就我们老家那个地方的 他以为老家出事了 但这也不怪他 就我们老家忽兰 扫黑除恶的时候 他们也问我是不是出事了 而且这种骂 其实是讨论问题 我都已经能接受了 就有的时候 那个讨论 根本就是在谩骂 就那种时候 我看这些人 我就觉得 女娃怎么还能造出这种人啊 女娃心态真好 就我要是女娃 我要造出这种人啊 我就直接拿去补天了 而且我主要说了 这么多互联网 你们以为我要劝你们 少上网啊啥的 其实不是的 你们要是听我的 你们根本看不着我这段 但是我真想说的是 上网没啥 其实就是 照顾好自己的钱包 照顾好自己的时间 你就好了 对吧 谢谢大家 我忽兰谢谢 没拍啊 大家好 我是忽兰 这一季比赛 对我来说特别艰难 因为周期末就追着我吵CP 但是我又不想跟周期末吵CP 我只想跟王建国吵CP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们头部小演员 吵CP还有名字的 就这么几个破头部小演员 吵CP还是有名字的 我之前跟庞博吵过CP 叫兰博基尼 我跟建国还有名字 叫建兰春 这季真的对我来说太难受了 就是我去年还留下了一些段子 去年我讲了一些什么金融理财的 还有很多朋友感谢我 说是因为这些段子 帮他们家里脱离了金融的苦海 今年年初还有朋友发我私信 说他爸爸今年年初想炒原油 就把我的视频给他爸看了之后 他爸就不炒了 我看完之后心里就很复杂 因为我自己买了原油 我买原油真的不是为了什么 写段子体验生活 我就是想抄底 我的几个高材生朋友 真的是研究什么国际形势 宏观经济 研究了两周 说可以抄底原油 后来我说亏成这样 我说你们咋研究的 他们说他们在知乎上面研究的 我们七八个人吧 还拉了个群 叫抄底小队 后来才知道 那是自杀小队 最后面那个群变成了维权小队 就你们知道那一天 就油价低成 负数的那一天 我们那个群里 就整个就是兵荒马乱 就是所有人都在卖 没有任何的交易技巧 就是无他 为首快儿 我说你为首快儿 这好像在哪篇课文里面学过 我说就是写咱们的 是卖油翁 我当然知道这些不能碰了 但就是疫情期间闲的嘛 就有朋友说什么 我不想上班 想待着 别 你就不知道你不上班 待着得赔多少钱 如果你觉得生活困难 我教你们个方法 这是我最近想到的 你就把今年比如说 高考试卷 书里话就拿出来 看一看 你也不能做一做 已经做不了 就看一看 你就告诉自己说 你还曾经会过这个玩意儿 另外你再想想 生活再难 客户老板再刁钻 怎么可能刁钻得过 一个光滑的小棒 穿过磁场 又发热又发电 最后我问你功率是多少 真的真的 别让自己嫌弃了 嫌弃还真的 我去年有段时间没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作 真的就 我去看展 你说那个现代艺术展 是我这种人 能看得明白的吗 在看展的期间 我对着一个拖把 足足欣赏了五分钟 还没欣赏完 一个阿姨过来 把拖把拿走了 不知道谁放那 缺了大德了 看展玩 还玩到什么腰酸背痛 然后我就说 那找个地方按摩吧 我去找按摩 我就去找一个装修 还比较漂亮的店去按摩 进去之后我会问他 我说你这边都有什么项目啊 他大概率会毁有余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你先按看这句话 就是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这句话就是倒倒绑架 你知道吗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不能再走了 你想想看这个逻辑 不可能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我卡扭头就走了 我说巧了 我找到也是正规按摩 但我没经验 他说你要找什么师傅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预约 但你要知道 你一旦说没有预约 他一定找一天都没伤过 这种力气最大的那一个 那个大哥就是横着出来的 我趴在那差点给我摁吐了 我说大哥你轻一点 他说你实习这种 给你按完你就舒服了 我说大哥好像按完你舒服了 对吧 最后按太阳穴 特别使人太阳穴 大哥太阳穴就别这么使劲吧 他说你实习这种 我说脑子里又没水的 我那一天第一次知道 为什么太阳穴就太阳穴 是因为那个大哥 给我使劲上完 我真的在这两个地方 看见两个太阳 后来还没有灯啊 这个有点苛刻 这个太慌了 关键是越讲越慌 你没有灯 我真的还闲到什么 地步 后来就是琢磨 疫情期间没事 我还减肥 看出来了吗 就基本上差不多就失败了 对吧 就是 我就特别喜欢工匠这种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要减肥 是需要周围朋友鼓励的 我特别喜欢工匠这种 一见面就开始说胡话 哎呀你又瘦了 他说你哪瘦了 你瘦了 瘦了 我看在旁边 我坐在旁边 就特别想掏出来一个 称 争什么争 称一称 而且说实话 一个人决定开始减肥之后 最难受的不是这个人 是他家里的那个称 反正我是 我一天得站上去扒边 我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站上去称一称 然后去上厕所 上完厕所过来再称一称 再算一算 我突然有一天 翻上去 我说我称的不是体重啊 方块还是挺巧妙的 当代曹冲 而且真的减肥的时候 到半夜特别难受 饿得难受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喝一杯 难喝绵养奶 营养健康 成人也能喝 古巴古巴 赚钱不容易 这个经历经事 哎呦我的天 咱们不知道吗 就想叫外卖 就晚上饿想叫外卖 心理纠结 叫吧身体不健康 不叫吧心理不健康 躺在那都快舔那个床了 你知道 后来我去查历史 夜宵始于唐朝 人家很合理的吧 然后唐朝人以胖为美 唐朝人太厉害了 控制不了欲望就改变审美 这还不拍啊 这也不拍 这也不拍 我真的我就在想说 有一天我们再也都不笑你们了 真的别再尴尬 讲这些尴尬段子 对吧 我们就说 听同学校笑什么本事 对吧 你憋着不笑才好 对吧 再做一段节目 笑不起来真好看 对吧 可能已经做出来了 对吧 真的你看 我就是 经常有人说 我喜欢工作 我不是喜欢工作 就是 我没事的时候 你看我给找的 自己的这些事 真的不靠谱 有的朋友说 哎呀 你跟生活较劲 总保持一个姿态 你该向生活低头 你就向生活低头 你不行 你再抬起来嘛 趁生活不须 你再低下 你再抬起来 我说大哥 你这好像不是 在向生活低头 你这是在向生活磕头啊 好 现在我回来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乌兰 我是真不想PK周秦莫 因为周秦莫很厉害 他被誉为 中国拖我秀的天花板 然后他就找我PK 他就复活 然后一群人来骂我 你说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是天花板先动的手 开得这么开啊 开得这么开啊 我 这个事就像 小孩没事 光光踹墙 然后他说 为什么 脚疼我脚疼 他妈过来说 墙坏 墙坏坏 那个墙怎么能欺负人呢 我就是那个墙啊 我一动没动啊 不说 我真生气 我就说我自己 我上周过生日了 过了我三十一岁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没啥 其实很正常 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开始 祝我身体健康了 很多晚上都说 过了三十岁之后 我公司就开始 不重用你了 机会都留给年轻人 我开始不信 但你看看 今天这个情形 受到重用的年轻人 早已晋级 一群中年人 在竞争一个 可以跟年轻人竞争的机会 老兵不死 他们只会自相残杀 哇 这一段太大了 我真的很羡慕年轻人 就二十多岁 全职说脱口秀 为了喜剧梦想 我三十多岁 我辞职说脱口秀 我心态已经很好了 但有的时候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也会对自己说 清本佳人 奈何作走 真往上有那什么 鸡汤文吧 什么余敏鸿 三十一岁才创立了新东方 张朝阳三十二岁 才创立了搜狐 你急什么急 你说我急什么急 留给我大气板城的 例子都不多了 来劲了来劲了来劲了 忽然的恐怖的气息 还是忽然的 我心里还剩下的三道防线 是三十五岁的马云 四十三岁的任正非 跟六十岁的江子牙 而且三十岁的时候 真的跟你小的时候 聊天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你们肯定好奇 我跟建国喝酒 平时都会聊点啥 一定是文学啊 梦想啊 不是我们也会聊社保 有一次我喝多了 我说我真不想干了 干嘛 你要么还得找别的地方 去交社保 我说也是啊 感谢社保 维系了我的脱口秀梦想 但是我跟建国 经常有那种 星星相惜 英雄所见列腾的感觉 但是我们学过历史 知道英雄和英雄之间 是不会聊社保的 刘备三顾茅庐 不会是 刘备说来吧 来实现人生梦想 朱亮不来 他来吧 来实现红土八野 说不来 来吧 社保公司给你交顶格 朱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和几个中间朋友 前段时间去鬼屋 去鬼屋去玩 真的我发现在整个鬼屋里面 最淡定的就是这些中间人了 真的 他知道生活比鬼屋残酷多了 就那个NPC那个鬼咔 一出来年轻人啊 吓得四处逃窄 那个中间人就这么看着那个鬼 就像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 跑不动也跑不掉 你看忽兰的右手 忽兰的右手 穿那个劲就来了 拿上来就不对劲 他就一直在那拖着 要不然你就弄死我得了 真的 最吓人的是我们在那个鬼屋里面 看见个床 我这是干啥的 他说就是那些鬼有的时候 加班太晚了就在这睡了 所以我在想 现在各种什么鬼屋 什么生化危机 那都不吓人 就应该做一个中年危机 你进去先打卡 进去之后也不黑 就是灯火通明 全是鸽子尖 大鬼小鬼都在那边加班 没有什么恐怖的音效 就是键盘声 就穿插着什么 叮叮的声音 真的 你还有一些鬼在工位上骂老板 咱老板真不是人哪 老板也无所谓 本来咱就不是人嘛 还能看到一些鬼 由于工作疲劳 已经印堂发黑了 疯狂地掐着自己的人中 生怕自己猝死 真的 你跟工作人员说 啊这太恐怖了 还没有别的场景 带你往里走 卡穿着个小孩 抱你喊 爸爸爸爸我要上好学校 那边说 嗯是要买个学区房了 卡一看张母娘出来了 一边爸爸妈妈出来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一排人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你说你们是谁啊 他们说 我们就是你的房贷 车贷信用卡的银行啊 我当然也希望 你一直健康啊 你就崩溃了 人家说 啊这比这刚才那还恐怖 工作人员说 对对对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啊 我想工作 想加班 我想要福报 你这一套体验完 回到现实生活 你都会爱上上班 去公司老板说 能加班吗 996 你说鞠躬尽瘁死而后遗 好 谢谢大家 我互联系 大家好 我是互联 大家好 大家好 比到这个时候 我们还剩10个人 我有点不想比了 是因为根据我之前 看过那些综艺啊 10个人是可以成团了 成团多好 而且你看 以我们这些人的长相 对吧 这个姿色 建国啊 我啊 那个团名我都想好了 我们就叫美团 后来他跟我说 建国和你 那能叫美团吗 那得叫饿了吗 我们说题目 我们这期题目叫 请别遗憾离场 真的 我还一开始问导演组 我说这是张不阳 给我们出的题目吗 真的 这个题目挺残忍的 而且 我经常会嘛 我一个老演员出来 现在动不动 就说 你作为一个老演员 怎么怎么样子 你们可能想象到吗 我是一个从开始 到现在才说了 三年的特务秀演员 现在已经给我 扣成了 OG的帽子 你们见过一个 三岁多的小OG吗 然后遗憾 我真的觉得遗憾挺好的 就相比你啥都留不下来 你至少还留下了遗憾嘛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一次考试 其中考试 满分100分 我考了5分 我不是不遗憾 是我看着我那个卷子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遗憾 我问第一 91分 就他比我遗憾多了 他看那个卷子 他又觉得说 哎呀 这一道题 我要做对了 我就满分了 我就看着我那个卷子 觉得哎呀 好险啊 我这道题做错了 我就零分了 而且他考的 人家考91分 都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我考了5分 我觉得自己有点过于努力了 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达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得了5分 教授说交卷的时候 我还在那写呢 后来同学们嘲讽我 说我是用尽了权力 才让考出的成绩 显得毫不费力 年轻人的遗憾 其实大部分就两个嘛 一个是感情 另外一个就是高考 而且高考跟感情 其实很相似 都是一开始信誓旦旦 到后面就只能 服从调剂了 而且感情 张安玲说 对感情遗憾在所难免 每个人心中 有一个朱砂志 有一个白月光 和朱砂志在一起 心里就想着那个白月光 但有的人不只想着白月光 还想着什么 蓝宝石 黑松鹿 红土江 绿剧 真的除了感情 另外一个遗憾 就是高考 其实高考的 考不好 其实难过就两个月 因为很快就发现 咱哪玩不是玩的 大学分 985211 那绑八是连锁的呀 只是你会在人生当中 接下来会说一些 没出息的话 什么 哎呀 要是我当初什么 要是我当初好好学英语 要是你当初好好学英语 你就知道这句话 在英语里面叫做 虚拟语气 外国人听不懂真假 还用过去诗 表示虚拟语性 不像我们中国人 只要你听到什么 我不是跟你吹 你就知道后面 全是虚拟语气 这些是很顶的 你一定好奇 怎么就从遗憾 聊到老外 聊到虚拟语气 不是我跟你吹 想学英语 从教就得上51talk 51talk在线清朝儿英语 有真人外国老师 一追一脚海 现在下载51talkAPP 还免费试听 我当年高考也是失败的 现在我不遗憾 但我是失败的 我失败到什么程度 就是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妈在登黄山 我妈非要提前问那个成绩 我说你别问 她非要问 问完之后 我说我妈考怎么样 她说你把那个栏杆扶扶好 我说妈你还怕我跳下去吗 她说怕忍不住 把你推下去 后来我妈说 假期多读点书 送了一本余华的活着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 反正我现在还在做这种 做梦又去参加高考 这种噩梦 我现在大概以每个月一次频率 还在做这种梦 我快成月考了 现在就做这种梦 去了之后摩擦力摩擦力 不会 古诗子古诗子不会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害怕 跟我爸说 爸 昨晚你做梦去参加高考 那古诗子没写啥也不会 爸说你都还算好的了 前两天我做梦 做文都没写 他高考毕业都四十多年了 后来我跟我爸说 爸 这高考真的是 咱们能梦鬼啊 他说那天梦演 但实话实说 就我能这样说出遗憾 还挺好的 你看马云就已经 不能像我这样的说 后悔自己高考没考好 因为你听着不像遗憾 像在炫耀 而且他成功之后 越来越难有遗憾 难有快乐 你看我们努力工作 赚钱 买一个随心飞 开开心心 对于马云看来 有什么飞机不随心吗 真的 我觉得他深夜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 哎呀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体会不到遗憾和快乐呢 然后慢慢想明白 最后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创立了阿里巴巴 最后我就想说 遗憾没啥 要是人生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那才是真的遗憾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谢谢 我是忽兰 从周祈默那句 忽兰 是男人你就站起来 我一个冲动 就开启了我跌宕起伏的一记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在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后来网上还有人帮我分析 说我又是骨子里 对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我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 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赛 真的是有的时候走得太远 差点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我很感谢周祈默 逼出了一个更好的我 而他为了逼我 自己用了三条命 还是用到了 最后看到我状态回来 转身离去 因为他知道 有一种爱叫放手 我感谢我这期的坎坷 很多朋友说 忽兰你这期没有那么稳定了 稳定对我来说没意义啊 我要更强 我又不是血压 我想那么稳定干啥 我之前在美国工作很稳定 我还跟美国人学会了上班摸鱼 一起对付老板 我没有觉得我不道德 我觉得我是在事宜场地以置疑 后来辞职回国 倒也不是想把先进的摸鱼技术 带回到中国 就是太稳定了 老板还挽留我 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我这个渔夫这么恋恋不舍 那个时候还有个朋友 在国内创业 跟我聊了很久 让我回国一起创业 最后跟我说 你要想有出息 你就回国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不少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我回国创业 拿着五分之一的工资 干着五倍的活 我妈都夸我 她说你真有猪气 她还嘲讽我 她说要不要扫扫你的二维码 支持你创业 后来做了几年之后 赚的是多了 也没那么忙了 但觉得工作变稳定了 又没啥意思了 然后我知道了脱口秀 我发现说脱口秀 连工资都没有 这事不是稳定不稳定 这是刺激啊 刚开始有一天晚上 赶三场开放卖 我妈还问我 她说你这一晚上多少钱 我说三个地方 要不打车 七小黄车的话 六块 真的 我就这么一场一场地 熬过了2018 真的很难 你们知道吗 小黄车都没熬过2018 后来慢慢脱口秀也顺了 李戴友斯喝酒跟我说 她说来吧 全职说脱口秀 都说你放眼望去 有谁比你强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的 我去年在这个舞台说 我就是爱战斗 我不是爱脱口秀 我今天才发现 我可能不是爱战斗 我就是爱上头 直到现在我妈终于坚信我 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出于爱好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我妈对我现在已经是盲目崇拜了 假设有一天我活不下去了 我去路边要饭 我妈看见也会说 你看 我儿子最近喜欢要饭 之前混娱乐圈的 现在混饭圈 我最近开始看一些佛学著作 我妈终于开始为我担心了 因为她知道以我的能力 这个事我也能走得很远 而且她相信以我的背景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搞成欢乐的海洋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做上市 然后在这一军盒上去敲钟 功成身退 大隐隐于股市 刚才我听罗老师说 我其实还挺感慨的 就是我这个爱折腾的性格 也多多少少受到罗老师的影响 就我对罗老师表达热爱的方式 就是在他的直播间里 疯狂买东西 我连面膜都买过 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想明白了 我就是骨子里 对我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现在年轻人不理解我这个追星行为 他们都喜欢追那些什么 年轻的帅哥美女 他们看看我 再看看屏幕里的老罗 跟我说 哥你这是倒追啊 他们动不动什么 看看我家弟弟又出了新专辑 我说我家哥哥还欠六个亿 最后我要说一句 罗哥加油 爱折腾的人不会输 大家好 我是乌兰 这比赛太折磨了 刚才我讲完 我就觉得 我可以准备第二轮的稿子了 然后坐那儿听了一会儿 又觉得 嗯 我还是得准备离别感言 我就背一会儿稿子 想一会儿感言 背一会儿稿子 想一会儿感言 伴随着其他人的段子 想与不想 我的心里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但我的心里就是 大家好 我是乌兰 其实我一点都不遗憾 挺好的 这真的是我最后一篇稿子了 我已经不想再讲道理了 很多人说 听了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为啥呢 因为讲道理的人 也没过好这一生啊 你听我去跟你讲买原油 听杨丽教你骂男人 听何王志教你挤地铁 你咋过好这一生啊 所以说没有道理了 真没有道理 我就给你们回顾一下 我这滴开滴走的一记得了 开赛前采访 问我说这季的目标是啥 我说是冠军 后来好长时间 我都觉得那是我离冠军 最近的一次了 我第一期表现一般 但你们要理解 突然被一句 是男人就站起来 cue到 站起来之后的那份自豪 骄傲和紧张 我第一期没讲好 就想说第二篇稿子 好好弄 第二期稿子 我改了33版 结果还不如第一期呢 别说不如第一期了 后来我看了 你还不如第一版呢 这其实跟整容是一个道理 你们看到了 整了33次容的我 你肯定会觉得 虽然第一版也不咋样 但不管咋说 至少像个人 那期讲互联网 我对互联网的感情 真的又爱又恨 情感非常纠结 但是因为我讲的不好 大家只看到了我的纠结 没有看到互联网的纠结 我恨互联网的地方 就是前段时间 我六岁的侄子见到我 就说 输 来根滑子 我说你想干啥 他说没事我溜的 我觉得再之后 值得去考试 考什么刘备括号 老师一定骂的 这是刘备三顾茅庐 不是刘备蹦迪 我虽然很爱看 但我也 我真的生气 而且他们推荐的算法 真的很准 就前段时间给我推那种 小姐姐跳舞的那种视频 其实我是不爱看的 但是由于其他视频 推荐的太准 我在想 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自己爱看 我每次看到都快速地滑掉 结果越推越多 越推越多 我跟朋友说 我说我都滑掉了 这怎么爱推呢 我朋友说 看几秒再滑掉 代表你不爱看 看见直接滑掉 代表你爱看 但不好意思看 后来我想明白了 可能就是我骨子里 对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后面一期 就是经典的 那个何广志反杀局 那次我跟周期末 互相吹捧 我周老板 我觉得你能晋级 周期末说 忽兰 我觉得你能晋级 之后何广志 弱弱地说 我能晋级一下吗 我讲了一个 卖油翁的段子 大家都很开心 之后大老师表示 没有听懂 我太喜欢大老师 太坦荡了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 大老师这文化素颜 这课本怎么能忘了呢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 大老师14岁 就出来组乐队了 他不是忘了 他可能就是没学到 而且那次之后 我再讲一下 什么带有历史典故的 小端子 现场效果很好 因为自从播出以后 再讲那些段子 很多人就知道了 听不听得懂 都要笑 要不然显得没文化 后面几期说的还行 表现还行 一路走到这里 我是不愿意把 好的记忆拿出来说 因为想得像吹牛 我当时把自己 失败的痛苦的记忆 拿出来说 因为你想想看 这就是更高级的吹牛 朋友们 我们下集再见了 谢谢 好 谢谢霍函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霍函现在感觉如何 现在感觉挺爽 如释重负 反正都演完了 反正都演完了 真的反正都演完了 那你还要准备一个遗憾 和一个获奖感言 现在 可能就准备遗憾 可能差不多 那也还行了 其实没啥 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就演到这里 把自己想说的 完通通的说完 就特别开心了 好 那我们也谢谢霍函 好嘞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霍函